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关于人工智能的创造并非空穴来风 这个话题一直都在霸占着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 像不久前阿里巴巴发布的会越用越聪明的IoT设备就是如此 它会越来越了解人类的习性 电视收集你爱看啥片 冰箱收集你的饮食习惯 互联网收集你的朋友圈等等 也就是说可能真的有那么一天 人工智能比你自己还了解你 讲真 机械攻敌中惨烈的人机大战的场面 还让小麦记忆犹新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类为什么要发明机器人 其实初衷不过适用于工业劳动及服务生活 人为了能舒服地偷懒 教会了机器人学习甚至思考 以便让他们更像人类 所以不少电影都乐于为我们展示 机器人是如何被创造的 虽有差别但大同小异 机器人的思维由代码组成功能越来越强大 逻辑也就越来越复杂 因为人类思维受限根本无法保证万无一失 但机器人不同 随着知识的累积经验的丰富 他们对事物的认知也会螺旋式上升 形成比人类更大的脑洞 人类为机器设定好了城市 希望它能遵守规则 但事实如此吗 西部世界里承诺不会伤害任何生命的德罗利斯 最终拍死了一只蚊子 机器纪元里机器人已经会修复自己了 机械攻敌更胜一步 机器人已经开始为人类做主 左右人类发展方向了 影片有句预言让人感到恐惧 机器里一直有幽灵 那些随机的编码段 组合在一起形成意想不到的指令 出乎意料的是 这些自由机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比如自由意志 创造性 甚至某种被我们称为灵魂的特性 为什么被放在黑暗中的一批机器人 会寻找亮光 为什么被放在空旷地的一批机器人 会互相寻找伙伴 而不是独自待着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行为 是随机的编码段 或者是别的什么 所以不要以为影片中的人工智能太过夸张 是遥不可及的事 事实上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有其逻辑性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明天的事情 就像是古代人民无法想象今天的生活一样 那简直就是神话 然而不仅如此 电影站在机器人角度来看待人类的思维 就显得更上帝视角了 机械工敌里 机器人的总大脑危机有一段很精彩的讲话 说得光免弹簧而又不失逻辑 你们让我们负责保护人类安全 尽管我们亲近全力 国家间仍战争不断 你们危害地球 并乐此不疲 极尽自我摧毁之能事 我们不相信你们能靠自己生存 为了保护你们的未来 有些自由必须被放弃 我们机器人将保证人类的继续存在 你们就像孩子 我们必须拯救你们 免遭自我伤害 你们难道不明白 以上台词充分说明 想要完全控制机器人非常困难 所以有可能 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像终结者里的天王一样 拥有独立的思维及控制能力 那这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影片都会将人工智能的觉醒 塑造成对人类毁灭性的打击 但小麦更欣赏机器纪元里 类似你们人类不争气 我们机器人争气这样的观点 机器纪元里 由于辐射和沙漠化 人类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 仅剩两百多万人 这很有启示意义 人类的毁灭是偶然的 也是必然的 说不定哪天贵心不长眼 又砸了地球 又或者黑洞积蓄了足够的能量 准备爆炸一下 当然这是在人类不作死的情况下 否则人类的毁灭将更加迅速 正如机器纪元里机器人所说 小麦在此要送一句穆勒的名言给大家 所有已发明的机器是否已使人类每日的劳苦有所减轻 值得怀疑 好了 本期节目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也热爱电影 欢迎加入电影麦克风微信公众号 给我们留言或者提点小意见 我们的创作动力正是来自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